中秋烤肉是不是你们家必备的呢 很多人喜欢烤肉啦 或者平常吃烧烤 然后逛夜市吃串烧 对不对 对 副院长你喜不喜欢 喜欢 因为那个味道不一样 跟煮的不一样 烤的确实有香味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那么我们今天请到心脏科的 博人医院的副院长康晋森医师 心脏科的专家 所以我们今天的烤肉 大家都喜欢的事情 我们要从心脏的观点来看 我先问你们家平常 喜不喜欢吃烤肉 然后中秋节 是不是也要烤肉 其实你大家知道 像中秋节这个烤肉 好像也变成一个国定烤肉节 就是小时候那句广告词 一家烤肉万家香 有没有 而且家家户物都烤肉 从这礼拜开始到下礼拜 甚至前后都在烤 因为烤肉确实很迷人 因为有温度 有温暖 会觉得有点火 大家热热的 而且又聚在一起 家人的那种凝聚 天气又在变 有点凉凉的 然后再看个月亮 哇多棒 那你们家都怎么烤 我们家烤肉 其实有时候人家会说 哎呀 你已经吃饭了 全没吃味了 没吃味了 因为大家都说 这不可以吃 这不可以吃 我说其实不然 你如果好好仔细去想一想说 我怎么样又可以吃的健康 这就是 没吃饭 又可以香 又可以能够吃到食物 然后我又达到烤肉目的 也是无肉不欢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告诉大家 这不可以吃 这不可以吃 而是这可以吃 这可以吃 这可以多吃 对 我们反过来的概念 对 所以我首先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当你要烤肉的时候 我请大家要做一个计划 烤肉要做计划 烤肉计划 你要简单想一下 有时候我们家只有两个人 就买了一大盘的肉 那个肉可能够十二个人吃 因为有时候是要大卖场 卖的肉都是够十几个人吃 我家只有四个人 那我会先想想看 我要吃多少的牛肉 我要吃多一条鱼 还是两条鱼 我要吃多少的海鲜 我先做个计划 做计划以后 我要去买采买的时候 先采买这些东西 我就会有一个步骤 我会知道说 比方说我们要去采买多少条鱼 我建议大家 以吸血管的角度 我们建议大家连得五年的 这个地中海饮食 做蓝图 就是全世界最棒的料理 叫地中海饮食料理 它就可以互腥嘛 对 那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特点主要是 建议你大量的鱼类 红肉盖两份左右 白肉一两份 那主要是鱼类 或是你一些海鲜 然后加上一些 比方说洋葱 大蒜 或是说迷迭香 螺乐叶 这些来做调味 做调味 你以这些的角度去做 做准备 那你就可以从这样 从这里开始去大卖场 先去买东西啦 那你去挑的时候 也请各位挑 第二个事情 你挑的时候 尽量不要捡便宜 捡人家已经做好了 那个酱料都做好了 很多都说银好很方便 都不用再弄 然后回去只要烤就好了 你说这样子不好啊 其实有时候 有的人要吃很渐 有的人不爱吃很渐 我希望大家还是 养食一个习惯 自己做 你希望加咸 没关系 你就自己加咸 你要加什么料 你就加什么料 腌制好的说实在的 跟你的口味 第一个也不符合 第二个也不符合健康 为什么 因为腌制好也不晓得 你看你要控制的因素 就很多 除了食材新不新鲜 这些腌料多久以前放的 能放多久 对耶 温度对不对 这些都是大问题 所以当你买回来以后 你买了新鲜的东西 你买了那些佐料 回来以后 你自己做 动手先开始做 而且我也要提醒大家 烤肉之前 刚才有一直来跟凯云讲说 烤肉之前 我都会先去跑步 哎呦 你还先跑步啊 所以等一下 那如果你平常去吃烧烤 也是先去运动一下 我通常会先去运动 先吃个大餐 我就早餐先吃少一点 中餐之前就先去跑步 晚餐再好好吃 这个蛮有道理 很多人都想说 我要去吃那种吃到饱 我就会先饿个几餐 或者我平常吃三餐的 我今天就想说 吃两餐就好 就有点这样子的概念 对不对 先把它消耗掉 或者不要吸收这么多 对 所以当你在准备吃这一餐 除了你去卖场之前 拜托 早上中午就开始做运动 准备食材的时候 拜托 多花点时间帮你的太太 帮你的先生 帮你的小孩 出点力 不要坐在那边等着吃 我要吃 我要吃 没有啦 你也要等着慢慢做 做就消化两两 等一下会吃更多 吃更多 对对 所以你准备好以后 把它现在腌制好以后 记得要注意温度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了 现在有时候天气还热 可是秋天在变的时候 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你准备的食材可以放多久 如果有人是下午就准备 你要先放冰箱 不要说你这个温度没注意 等一下你晚上吃的时候 哇 或是说那食材已经坏掉了 那就不好了 这是很重要的 当你准备好这些食材 要去烤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你的烤盘 烤盘 我们不是喜欢炭火烤肉吗 炭火烤肉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炭火烤肉请务必要注意 炭火直接对火的时候 烧的时候请大家注意 温度不要一下子 有人很疼 不要贪心 怕吃没肉 吃没肉 我们要炭的 加很多你知道吗 尤其一开始像大家在锯着烤肉的时候 五个十个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一下就抢光 然后那个时候确实肉片就觉得 怎么都还没有轮到我 那时候火就会加很大 因为旺的大火的时候 很容易造成的这种致癌的物质 或者说对你的食物产生很大的伤害 第二次你也知道 厨师厉害的时候就是火候控制好 可是炭火他本身没办法控制火 你没参加的越多他就烤的越旺 你根本不可能把他转小火你知道吗 结果烤上来 好 焦了算了就吃掉 结果这是很可怕的致癌物 对 所以请大家在准备这个的时候要注意 你如果是用铁网这种在烤的时候 除了你直接兑火这个东西 时间不能太长 还要注意什么 你要一段时间赶快换 对对对 不下就黑掉了 黑掉整个黑掉 你沾到你那个铁盘都已经黑掉了 赶快换 不能说我一盘烤到底 因为你有不同的食物 加上你家的佐料 会让那个铁盘整个都会变色 我想大家去烧烤店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烤一下之后 其实那个盘子就已经黑黑脏脏 你新鲜的肉或者是鱼 海鲜放上去 马上就沾到那个焦焦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请工作人员来换 对不对 但是我们自己烤肉有时候 常常会忘记这一点 不要不要省这个 因为这个跟你的健康非常有关系 你说不要接触到火有个东西可以做隔起来 就是在火跟食材中间还可以做什么样的动作 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那个铝箔纸把它包 但是你包的时候让它的肉不要去接触到 直接接触到火 那这样子的话没有直接接触到火的 直接烧制的话 它本身不容易烧焦 产生致癌物质 所以这样的加热 而且其实这样的加热 比较间接加热 有时候它是一种闷热的观念 好像我们在烤番薯有没有 番薯在烤炉里面它没有直接对火 它是用烘的观念 所以有时候烤肉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就是说它用烘的概念 有时候更香 哇 你会发现更香 所以那个锡箔纸大家记得 亮面包食材 然后雾面在外面 下面是火 然后不管你是平常吃烧烤 或者说这个中秋节烤肉都没有关系 就是隔着这个锡箔纸的话 其实相对健康 你说就拉高很多 拉高很多 因为你比较不会烤出那种 焦焦炭炭的煤炭 食物上面都焦焦煤炭 那种致癌物就很高 然后你烤好的这些肉 有可能你有五花肉 有可能你有其他的牛肉 或是肥的油 你拜托你旁边准备一个地方 可以给它稍微晾一下 第一个油 第一个油 静置一下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很多人拿到第一个 有时候快吃 第一个烫到马上又食到发炎 这又出问题了 所以给它静置 好处就是可以把那些不需要 你吃那么多油的负担减少 那你通常静置多久 你们家 我们通常 其实看你旁边的那种烤火的温度 通常一般的话 一般大概30秒左右 就看到油滴的情况 还好嘛 大家只要稍微晾一下的概念 如果油滴的很快 当然就可能时间就是很短就可以了 所以油还在滴很多 那你可能还是要等一下 可是那是肉 如果是海鲜的话呢 海鲜的话大部分不用精致 就不用了 海鲜不用 就是有带皮的 可能尽量就是要精致 或是有的人 就是不喜欢吃那么多的皮 你在处理的时候 你可以先把皮去掉 然后再来烤 当然有人说吃那么多瘦的不好吃 这是没错 确实也是没错 对 因为有时候这种油烤出来香味以后 它的产生的这些油脂 你选择一部分来吃 也是达到那个欢乐的目的 好 飞院长他已经从心脏的角度 讲了四个点了 那么请大家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后面还有很多待会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你刚提到说计划 要先想好计划 甚至比方说我到烧烤店 有时候就是点太多 吃到饱也叫太多 然后就吃得很负担 然后又造成很多心血管问题 这是第一个 因为原来要有计划 第二个 蘸酱尽量自己做 我今天要提到一个 其实蘸酱在做的时候 尤其在疫情期间 大蒜或者柠檬 然后洋葱 像洋葱的虎皮素 大蒜的硫化物等等 其实对大家健康 还有防疫都还蛮好的 然后你可以加一点柠檬 或者是萝卜泥也很好 萝卜泥也很好 对 还有清爽 然后又可以让你这个口感上面 有一点不一样的层次 然后也不会的 好像太油拉或者太咸等等 这是第二个部分 再让自己做 第三个 食物不要直接接触到火 记得要多一层的铝箔纸 把它给保护起来 亮面接触食材 雾面是放在外面 那第四个呢 原来烤完之后还要 如果烤肉的话 油很多 让它滴个30秒到1分钟左右 然后再来吃 也是减少温度对舌头的伤害 因为有时候这时候 你吃的太热的东西 直接接触到你的喉咙 我们已经有研究 这已经是很确定的研究 很多人吃麻辣火锅 就是类似这个观念 很辣很烫的东西 直接吃进去 一开始是胃食道逆流 接下来可能就会致癌 对食道还太烫了 就不大好 OK 好 那副院长在吃这些的时候 不管我们去烧烤店 或者中秋节好了 烤肉大家一定都会喝饮料 对 然后呢 第一个 大人喝酒 小朋友就喜欢喝汽水 养乐多之类的 你说小朋友这个 你光听到养乐多 你刚刚说不行 怎么了 因为我们很多的烧烤食物 是属于像香肠这些胭制品 对 胭制品这些很容易 他家的防腐剂里面会有亚硝酸盐 或是硝酸盐 亚硝酸盐这类东西 他跟了亚乐多以后呢 他会产生致癌的物质 马上就成了食物中会产生反应 所以对你的身体是很大的危害 它是很确定的致癌物质 所以很多人到烧烤店都喝科尔比斯 这是不行的 是危险的 但你吃科尔比斯的时候 你就尽量 你就不是尽量 你是完全不能吃那些 那个腌制品 再制品 就是有加防腐剂的这些 或者说是培根这一类的 就是腌制品 因为腌制品它的防腐剂 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一定要避掉这些地雷 要不然这个健康危害 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大 其实这一点 我也一直跟我们家小朋友讲 因为过去如果到吃到饱餐厅 小朋友很喜欢用科尔比斯 因为一般在家里头 比较不会喝到这个 后来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吃香肠或什么这一类的 千万不要一起吃 因为一起吃没有比较好 反而是致癌的程度会更高 所以包括优洛乳 这些也不可以 杨乐多 科尔比斯 优洛乳在烧烤的时候 尤其你有烤香肠这类的 就千万不要碰 那啤酒呢 通常烧烤都得配点啤酒 啤酒 这个酒这个东西 很多人都会问 就问医生说 听说喝点啤酒 喝点酒 对身体也不错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个三角形 对 我们看得出来 这个很多大型的研究里面 都会发现 最上面这个很长期的这种 这种Randomized 就是临床的研究 就是发现 喝酒以后的帮忙 其实并没有 目前没有很确定 他是有帮忙 可能会有些人认为说 他对好的党固醇会有帮忙 会降低一点坏的党固醇 因为我们知道啤酒里面 大部分其实是水 还有一些矿物质 啤酒花 还有一些分类的东西 但是还有一些糖的东西 所以有人说 因为喝了酒以后 他会血管扩张 所以喝酒的人 我们会跟他讲说 喝完酒小心 喝酒是利尿 他会让你水分增加 但利尿以后你会缺水 所以喝啤酒以后 你水要喝多一点 所以喝酒本身 在目前的心脏血管来讲 他目前的证据看起来 还没有一个很确定说 他是对你是不好 或是对你有多好 不要以为每天喝一杯酒 快乐是神仙 对啊 因为地中海饮食 不是有每天一杯红酒吗 但是目前来讲 那是有一部分的证据是这样子 但是喝酒也有它的限制 就是说你不是说我喝啤酒 我就可以这样喝 有啤酒因为很淡 那个酒精浓度很低 一个罐子大概330-350 一瓶就700 但喝酒要喝多少 我们要看 对 所以烤肉的时候大家通常是 你以前不喝啤酒吗 烤肉的时候喝啤酒 会喝啤酒 很平常 像很多我看人家在 对因为烤肉又热 对 然后大家就喜欢冰冰凉啤酒 然后一人拿 这个小罐已经算客气 然后就会 干杯 对 你从以前就不喝吗 喝 因为觉得这个很素胚 对啊 就素胚啊 对 因为一冷一热 喝起来非常舒服 但就是注意几个 一个就是你喝啤酒的时候 不要适时 还是要喝点水 因为我们提醒大家就是说喝酒类的东西 会让你身体脱水 酒类会脱水 所有的酒类都是 都是 茶也是脱水 如果你只有喝酒跟茶 当然是脱水 所以你还是要喝一个真正的水 所谓真正的水 就是无糖无盐的这些真正的水 然后来适时的补充 好 那你喝啤酒以后呢 你去喝 你再去喝烈酒 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每个人喝酒 不能说你 你说混酒是不是 混酒 可能你要注意你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喝酒的时候发现 周围的人 奇怪你喝酒 凯云你喝酒怎么脸会红 你说 我保护色啊 很多女生说 我喝酒脸会红 所以保护色 没关系啦 保护色你就多喝啦 喝两杯 等一下你喝三瓶你就不会红了 因为刚开始喝会红 我都这样子灌就对了 对 请大家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边去研究 有东方人很多人 缺了体内缺了这个乙醛 乙醛去青梅兔 碎脸才会红 对 那我们知道 我们喝的酒叫乙醇 酒精是乙醇 它代谢 第一个就代化成乙醛 那乙醛是一个很毒的东西 它靠这个梅 再把它变成没有毒的东西 可是有的人身体 就缺这个乙醛去青梅 那缺这个去青梅的时候怎么办 你把酒喝下去了 等于是说 人是你带来 你不想拿走 在我家做坏事 隐纯变隐全的时候 变成身体的毒性 你没有再进入把它代谢掉 变成无害的东西 对 你要把它去毒 身体要把它解毒 对 可是它就是那个解毒功能 比较差 脸才会红 缺那个眉 所以脸就红 所以千万不要把你身边的人 脸红的人逼他喝 你逼他喝 然后你也不要认为说 人家说保护色 没关系 再喝两瓶就会退了 结果你会发现比较醉的人 其实这个对身体的伤害 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们今天康复局长 要告诉大家的 每日喝酒上下 如果说大家在吃烧烤的时候 或者是烤肉的时候 脸不会红的人才照这个标准 脸会红的人还是尽量避免 那如果不会红的人 这个标准 提酒700 700其实是一瓶 其实也是蛮多的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上限 你不要说他叫我700 那我今天只有喝100 那我再补600 我本来只有200 那我再补500 那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啤酒 它的浓度大概3% 5%左右 红酒的浓度 酒精浓度大概14%左右 13% 14% 威士忌的话 它浓度大概40% 所以它整个喝75 所以它比例上面就差很多 那女生当然 以它的代谢活动量来讲的话 它相对就会少一点 女生的话啤酒 我要建议如果是罐装 大概一罐半左右 最多大概一罐半 470cc 然后这红酒的话在160 160cc 这个红酒因为它是13点多14% 而且记得喝红酒或是烈酒 大家要记得 红酒烈酒为什么不能混在一起喝 为什么 红酒它是属于发酵的酒 对 我们的烈酒威士忌它是属于蒸馏的 蒸馏跟发酵有时候不同 我们小时候看到以前没有什么红酒的时候 小时候妈妈可能会把葡萄丢到里面 然后发酵以后它就变成一个葡萄酒 那个酒就是一直发酵一直发酵 所以这两酒完全酒性不一样 当你在烤肉的时候请大家不要随便混酒 随便混酒意思说红酒本身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喝红酒喝到太多的时候 第二天好像一直很不舒服 肠胃一直冰吧 一直冰一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吃的水果 吃的沙拉 吃的青菜 吃的肉 在我们胃里面是什么 发酵还是蒸馏 发酵 所以它就跟着在里面发酵吗 你再把红酒在里面 红酒 所以当你要记得你喝红酒的时候 你千万要适量 所以它的量千万要注意 它后续 我们常有人会讲说后劲很强 你可以这样讲 但蒸馏的酒它就不像发酵酒 影响比较不会大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你的酒性要记得 酒性不能乱 酒性不能乱 还有就是说你喝一喝不要倒过来喝 我先喝啤酒又红酒又威士忌 威士忌又喝完 威士忌又红酒又啤酒 其实倒过来倒过去喝的时候 你身体的适应性会有问题 你的意思是说酒精浓度比较低的 先喝再喝高的 不要高的再倒过来 倒过来喝 尤其是蒸馏酒跟发酵酒 千万不要混在一起喝 有些人吃发酵酒以后 比方说喝完红酒 你明明就是已经是一个葡萄汁做成的 对 发酵的 结果我又去吃了 等一下又吃水果 我又吃了那些东西 那都是酸的 这三次里面就开始就开始咕咕 所以就开始很不舒服 对 原来红酒跟这个 胃酸就来了 对 中六酒 对 还不能一起喝就对了 不行 所以它烤肉的时候 很多没咕咕 哈哈哈 好 所以啤酒呢 如果要配的话可以 但是就记得 男生一天呢 就是700cc的量 女生一天就470cc的量 但如果脸会红的人 就尽量避免啦 对 好 最后我问你啊 心脏科医师 你说其实很怕大家那种烧烤吃到饱 是因为有一些节庆之后 常常病人就来了是不是 对 很多人其实是被烧烤这种 我们说吃到饱害到生病的 其实我们说病从口入 其实这还真的要管好自己的嘴巴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我只有吃一点点 可是一盘就夹的满满的 为什么要回本嘛 捞本 不是想要捞本 不吃白不吃 平常大家很奇怪 大家注意到我们去五星级饭店 早餐你早餐吃什么东西 你说平常到五星级 你平常早餐吃什么 平常可能吐司 蛋 然后再加一点点水果 就这样简简单单吗 对啊像我也是 我吃烟麦 然后吃牛奶坚果 可是很奇怪 你到五星级饭店住宿的时候 那个早餐那么多样 你为什么 你都吃了10盘以上 中午你也是 你在家可能吃个便当 或是你煮个菜 奇怪你怎么去了五星级饭店以后 吃到饱以后 你突然胃口大开 然后吃到肚子撑出来 然后盘子一直叠起来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还是要告诉大家 突然这种暴饮暴死的情况 对自己身体是伤害很大 心脏是怎么样 心脏会负荷很强 因为心脏的 除了血脂的控制会不容易 糖分的控制会不容易 所以请大家选择有一个方法 我会教各位说 选择你觉得你最想吃 或是你觉得你平常最不容易吃到的 你必须在这个餐厅找到 你不要拿一个平常你都吃得到的 然后你吃很多 你选择几样 今天我就是只供这几样就好了 我选择这几样 明天我供这几样 你不要觉得去捞本 真的捞回来的本质 过来看病而已 捞回来的本质过来看病 所以不管是要烤肉 或者是到这个烧肉店 还是说要吃吃到饱 都是要有计划的 这就是心脏科医师 他聪明的脑袋教大家的 所以今天 如果你要吃烧烤中秋烤肉 六大方法 包括了除了有计划 然后自己做酱料之外 那么第三个 火跟食材之间隔一层 第四个 静置一小段时间 让它油滴下来 第五个你喝的饮料要选 养乐多 优洛乳 科尔比斯 这些就不要跟烧烤 尤其是像香肠之类一起 因为太危险了 那酒我们刚才告诉大家 第五类是饮料 第六就是在聚餐前跟聚餐后 记得让自己多动一动 就希望大家吃烧烤 也可以吃得健康 对 健康快乐 而且都可以吃 没错 好 那我们就谢谢康福院院长 来到凯云的直播咯 我们下次见 祝大家都健康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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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